副总统赖清德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都将出席中美洲邦交国宏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楚的就职典礼 百公司官员在新天简报时表示美方知道台湾赖副总统将出席就职典礼 但没有规划贺锦丽和赖清德会谈的计划 美方感谢台湾在增进宏都拉斯和拉美地区发展上扮演建设性角色 也希望未来台湾能继续扮演这个建设性角色 贺锦丽将在美国时间明天出发前往宏都拉斯 在出席就职典礼之后随即和卡斯楚举行双边会谈 贺锦丽将是第一位和宏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楚会谈的外国官员 那么会谈重点包括深化美国和宏都拉斯的伙伴关系 还有扩大经济机会打击贪毒以及人道处理中美洲的移民问题 这是贺锦丽第二次访问北方三角地区 半年多前她是访问瓜地马拉和墨西哥 不过因为没有到米墨边境引发批评 卡斯楚是宏都拉斯的第一位女总统 选前曾经宣称会和北京建交 不过在美国游说运作下目前没有动作 当然后续要持续观察 那么美国的宏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特使团 还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 加州众议员鲁斯 国务院次亲费南德兹 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助亲尼可斯 以及美国驻宏都拉斯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后宜 TVB新闻黄松普尼佳辉美国华府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